应该都没问题吧 可能有问题的地方 可能就是说你在设定的时候 可能设定错误 像刚刚有同学跑出来变横的 或者是说其他的问题 当然editor 如果说你做错了 没关系editor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刚刚同学好像 跑出来的变成横向的或什么 应该是不是在device 好像选到了那个什么 横向有个slide 旁边有个slide 那个三点往下选 OK好像选到这个吧 这个好像是横的 所以如果你用小尺寸的 你觉得这太大了 我想要小一点的话 也许我习惯用这个 QVGA这个好了 小一点 也许你可以改一下 改的话就是改下面这个 改这个device这个地方 它有点像是一个范本 让你直接套用上去 它跑出来呢 可能就比较接近你要的效果 那将来模拟器 画面不需要太大 看得到就够了 除非说你将来 你已经做了专案差不多了 你希望在不同的device上面 看到效果 你就可以设定不同大小 看一下说 你要看到的结果 会不会是不一样的 再来在实际上面 而且你要很多种平板 手机不一样大小 看看好不好 如果OK 那你就可以上架了 另外的话 这个skin的话 你也可以加上什么 HVGA 然后可以按OK 那如果你要重跑的话 它会这边会跟你讲说 改了哪些地方 那你可以把它关掉 然后再来怎么样 点它一下 直接start 如果你是在那个 Android Studio里面跑 好像画面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主要的都差不多 如果你一个不够 你还可以create第二个 可以start一下 然后把它run取一下 这个时候它就开始跑了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种模拟器 它有没有 你会发现skin出来 多了一个什么 旁边这个东西 看你需不需要 如果你将来需要个键盘 需要个电话 需要个照相机等等的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刚刚选那个skin 应该就是这个吧 这个这个 上面这边 我有找 不 更正一下 应该是这个skin 这个东西 原来是no 没有那个no skin skin 这个 原来是选这个 那把它选另外一个 这个 就变旁边这个 至于其他效果 如果有空的话 你可以再改一下 然后跑一下 改一下 很花时间是真的 因为我之前为了要上课 我也每个都要try一下 不然我怎么知道效果是怎么样 同学说 老师是横向的 横向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都试过了 OK 太花时间 所以后来想说买快一点的电脑 赶快升级一下 不然的话 光要试 每次按一下就要等很久 如果你电脑够快 按一下 跑出来 按一下 跑出来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说相关的设定 其他像RAM 512大概就够了 你不要给太多了 给太多你将来会跑不起来的 因为有同学是什么 2014 2024 2024这样子吧 2G吧 那你如果 按OK之后 你启动的时候发现什么 他没有办法 他跟你讲说 什么enable 什么什么star 那因为你的RAM 你的实体的记忆体 如果没有2G的话 就跟你要去 买一个东西 有没有 那你账号就没有那么多钱 你要怎么样去刷卡 对不对 你要怎么去消费 OK 好 那这样就跑出来 把他 这个锁会解 会解 拉过去就OK了 那就会有个画面出来了 其实第一个 我们有个模拟器了 第二个呢 如果说 像你们自己的电脑 像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电脑是 刚好是买AMD的 其实AMD不是不好 是刚好 这个地方刚好没有相容到 OK 不然你就写一个信给AMD吧 说你们为什么不出一个AMD的X86 对不对 这样害我练习 没办法很顺畅 这样会影响你的销路 等等的 你希望说 赶快 那这样 不过我想 等到他会加 应该不知道哪一年了 所以 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的话 因为在我的电脑上面 我刚刚讲了 就是你可以装一个叫什么 Genimotion 这个就是 有没有 Genimotion这个东西 Genimotion 它这个东西里面 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帮你把那个 Virtual Box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那个虚拟 Virtual Box Virtual Box就是说 你如果要装一个作业系统 像比如说你要再装一个 Windows XP 它有点像 V 什么 什么 VMware 或者以前有什么 Virtual Virtual PC 反正就是在你电脑里面 再虚拟一台 一样的Windows 或者是Mac 或者是Linux 都可以 当然它也可以把Android 模拟进去 所以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帮你装一个Virtual Box 然后呢 再帮你在Virtual Box里面 装一个Android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你 它的好处就是说 已经帮你把所有各式型号的手机 都收集起来了 无论是Sony HTC Samsung 什么都有了 你只要把它加进来 启动 就可以看到 那那个很蛮好用的 你可以用拖拉的 像是比如说你要玩游戏 有没有 APK档 拖拉进去 执行 就可以跑了 所以 有很多人玩游戏 就是它手机玩不过瘾 回到家在电脑上面跑的话 很多人就是这样在玩游戏的 Ginimotion 而且它声音也都会出来 什么都 周边也都有资源 OK 那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模拟器 你也可以当模拟器 也可以拿来当成 你要玩手机的各式APP 不一定是游戏 的一种方法 它也可以开启Play商店 也可以去做 实际上它就是一台手机的 也就是 但是它是模拟出来的 那因为在我这一台电脑 第一个当然你把它下载下来 不过我这边好像已经有下载过了 第二个的话你把它安装 那就下一步下一步 它会帮你多装一个叫Virtual Box 以前好像是别家公司 不过后来被Oracle给买下来了 因为我这一台电脑有个问题 等一下我不知道你们电脑 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装完之后 网路就断掉了 就断线了 那我早上就莫名其妙 为什么会断线 后来把Virtual Box 跟GinMotion移除掉 网路又恢复正常了 所以我现在没办法 Demo给你们看了 那如果你们等一下要试的话 不确定会不会有发生这种状况 但是在你们 可是在自己电脑上没有问题 那怎么办 为什么要Demo 我给各位看一下 大概装完之后 长得像这样子 因为我用遥控的 我自己的电脑 然后里面的话 基本上会出现 安装完毕之后 它会在这上面 会出现什么 出现几个画面 包含Add Add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增加的那种 装置有哪一些 那比如说 一般我习惯 装个什么 Google的Nexus One 不用太新的 或者是Google Nexus S 那这个是启动Nexus S的画面 把它启动起来 那它就可以直接让我在上面做操作 APK档一样可以拖拉进去 档案一样可以拖拉进去 用拖拉的 拖放 没有问题 那执行起来的效率也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选项 GinniMotion 但是要特别注意 你要用GinniMotion 必须要到官方网站上面 申请一个账号 因为你启动的时候 你要使用它之前 它会有个Sign In的一个按钮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账号密码 因为我已经登录账号密码 并且新增的这些模拟器打开来 那跑起来其实也还蛮OK的 所以这个是模拟器的第二种选项 但是这个是额外要去run的 而且这个档案还不算太小 OK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的模拟器不OK 那用这个就好了 而且甚至将来 你要做其他方面的模拟 这个也是还蛮好的一种选项 尤其是那个 我们后来那个要模拟那个什么 Google地图的时候 那因为在我们X8R那个模拟器里面 没有那个什么Google Play的service 所以没有那个service的话 也不能run那个地图出来 所以可能用这个就比较没问题 要不然就要10机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然后它的东西呢 是放在哪里呢 这个东西是放在这边 Genimotion这个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看 但是如果等一下网路断掉的话 记得就是把它移除掉 我不确定 会不会是跟我这一台有点关 然后记得右下角这边 网路共用 记得我刚刚是做什么 变更网路卡 把这个 这个网路卡呢 把它停用再启用 那就恢复正常了 如果万一有这种状况的话 那这个Genimotion部分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GenimotionOK 也没问题的话 那再来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 第三个就是 我们刚刚进到那个 这些下载 就是我们的SDK 除了说AVD Manager之外 旁边有个SDK Manager 那这个也不是装饰品 这个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启动之后呢 就是这个资料夹里面 它已经安装了哪一些版本的那个SDK 那如果说你将来要更新 或者要增加其他版本的话 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去做设定 但是呢 我强烈不太建议 如果你不是已经很熟悉的话 我不建议你去动它 因为动了之后 很多奇怪的现象也许就发生 也许就出来了 可能奇怪 为什么你程式都没错 但是就是不能够把它砍拍而变一个APK 也不能执行 那有可能是SDK的版本又冲突了啦 一个新的一个旧的两边没有办法Match 它就不让你弄了 之前有发生过啦 所以如果你没有实陈的把握 我跟各位讲一下 有这个东西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 那顶多就是说 可能你可以装的大概就是 什么呢 Google的USB Driver 但是你不要说这样直接按下去 因为它这边按下去 它就install21个 你必须怎么样 先把打勾全部取消 像它预设好像已经直接帮你把哪一个 6.0先打勾了 这个也帮你打勾了 这个是N 然后23的 然后你可能要把那个打勾全部打勾取消 只有install一个 一个driver 那这个driver可能就是 将来你插USB 你的手机就可以抓得到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就是说 这个有关SDK里面的相关设定 那 OK 那再来就是请各位 开启 这个Android Studio里面的BIM 这个目录 再开这个Studio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待会我们要来继续看那个 Hello World的延伸的版本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